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看你那么紧张 拿出来拿出来 不要抖不要抖 埋伏了超过12小时时间 抖着警察分局警员总算是逮捕诈骗集团车手 因为接获民众报案 自己在网络求职而被诈骗 将银行卡以包裹方式来寄出 因此警方是从21日凌晨4点就守在收件超商埋伏 那我们警方接获这个线报之后 马上派人前往这个做这个埋伏 那在21号 从21号的凌晨4点开始在这个超商前埋伏 那到21号的下午 才看到这个车手来取这个包裹 警方表示这名诈骗车手 为90年次的雨姓青年 出来搜查到原本被害人报案的银行卡片 更是有一张不知道是谁的农会金融卡 而这名诈骗车手所使用的机车车牌 也并不是原有车牌 我们在这个车手这个宜姓的一个犯贤 90年次的一个犯贤 那个身上取货到两个包裹 那这个包裹里面就有两张的一个金融卡 那我们询问这个宜姓这个犯贤 他也没办法交代这个金融卡的一个来源 那另外我们在这一个执行这个盘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疑性犯贤 他所骑证的机车 那个车牌也不是他本身这个 原来的这个车车的一个车牌 最后全案警方也依诈欺洗钱房治以及切到罪将犯人移送云林地检署偵办 经过警方耐心12小时的埋伏 幸好是顺利将诈骗车手来做逮捕 后续警方也将会继续追查诈骗车手背后的诈骗集团 接下来云林县采访报导